在比较红的那个地方 是 这样子会比较好买 但是也会提供一些不同的资料 比如说几个人进过你的商店 几个人只是有进去 还有他们留着 他们在你店里面会留多久 还有几个人只是有买餐品 跟几个人会回来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收到一个ID 会assign一个ID 这样子你可以知道 哇 这个人已经来过 除了这个题外 还有就是人类的一些demographics 比如说他们的性别 他们大概几岁 他们是男女人 还有对产品的印象 他们是觉得哇 高兴有难过鼓起来 怎么样 对 这些资料都会提供 可是你有这些Data 有怎么用 因为我们会放在一个Data 就是全部的资料都是透过箱头 然后这个CPU 然后上那个AWS的云团 然后我们会准备这种Dashful 所以这边你会看到 比如说这个人有进过你的商店 这个人也有进去 所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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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